我和小青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,但是最近,我发现我们喜欢上了同一个男生,他叫小杰。 有一次,我得知小青邀请了小杰去他家里玩游戏,我也立马跑去他家里,最后变成了小杰看着我俩玩游戏。 其实我和小青的关系,表面上关系很好,但是他实际上在暗地里经常跟我较劲。 到了八点左右,小杰看我们玩得这么起劲,就打算先回家。 小青立马撒娇说道,别这么快走呀,我晚点想跟你请教一下怎么修电脑呢。 看到小杰很难为情,于是我插嘴说道,小杰你有事就先回去吧,这里交给我。 这时小青气得直瞪着我。 之后小杰离开了,他就不停对我冷嘲热讽,我也待不下去了,就起身要走。 这时候他黑着脸说道,我看你来我家就是想来找小杰的吧。 小杰才走了多久呀,这么快急着要走了,该不会跟他有约吧。 我真的被他气到了,于是特地说道,对啊,所以我现在得回家打扮打扮,再跟他去玩。 然后我静止走出他家门口,而小青被我气得在家直跺脚。 我家离他家不远,走路十五分钟就到了,也没有察觉到后面一直有一辆车在跟着我。 突然,那辆车开到我身旁,然后停了下来。 司机探头出来对着我笑嘻嘻地说道, 美女,要去哪里呢,我再上你。 我拒绝了他,但他还一直跟着我叫我上他的车。 我害怕极了,觉得他肯定是盯上我了。 眼看就要到家了,但家里没有人,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家在哪里。 于是我趁他不注意,立马找个地方躲起来,然后打电话给小青求救。 但是他没有接电话,那个司机还下车在附近找我。 好在过了大概十分钟,他开车离开了。 这时,我马上跑回家里,把门窗锁好。 直到爸妈回来,我才敢把家里的灯打开。 经过这一次可怕的经历,我再也不敢一个人走夜路了。 他跑掉了,我没找到他。 这件事发生在两年前,现在回想起来,还是会让我不寒而栗。 在我讲这个故事之前,先带大家了解一下我家二楼的格局。 上楼梯之后,就是我家的浴室,接着是我的房间。 我爸妈的房间在我房间对面,我每天半夜都会起来上厕所。 我爸妈睡得很香,很少会知道我出去上厕所。 除了早晨的阳光,闹钟声,还有二楼开着的灯之外,没有什么能弄醒他们。 那晚,我跟往常一样起床去上厕所。 为了不影响到我爸妈睡觉,我没有开灯。 我慢慢地走到厕所门口,一走进去就是马桶。 我解决完之后,打算转身回房间。 突然,我看到有一个男人站在门口那里,在微弱的月光下。 我看到他戴着一个婴儿面具,看上去很恐怖。 我吓得往后退了几步,当时我和他两眼对视着。 接着,他慢慢地将手指竖在面具前,做了一个噓的动作。 然后举起一把刀靠近我,恐吓我不要发出声音。 我当时整个人都僵住了。 突然,他小声地对我说,晚安,然后走出了浴室。 接着,我听到他慢慢走下楼梯,打开门走了出去。 我立马打开浴室的窗往外看,想确认他是不是真的离开了。 往下一看,却看到那个男人正朝我挥了挥手,然后逃跑了。 我害怕极了,冲出浴室,靠近爸妈的房间叫醒他们,告诉他们刚刚发生的事情。 然后他们报警了。 几个小时后,警察找到了那个男人,那时他还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。 自那之后,每次我晚上去上厕所,都会把灯打开,确保没有其他人才敢去上厕所。 我生活在美国加州,现在在一所女子大学上学,学校经常举办活动,参加这些活动能加学分,也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,所以我们必须要参加。 我们学校很大,说实话,学校很多地方我都没有去过。 去年开学几周后,我们第一次活动就要开始了。 这次在学校小操场露营,我们野外求生知识薄弱,所以老师想让我们学习搭帐篷和在帐篷里过夜。 可是我真的不喜欢在学校露营,我很讨厌夜里野外虫子的声音。 而且在学校过夜很恐怖,特别是在偏僻的小操场过夜。 但我爸妈已经签字同意了,我也没办法。 露营那天下午,我们在小操场上了两节体育课,老师在课上教我们搭帐篷,这样晚上就不会手忙脚乱。 小操场对面有一栋废弃房子,虽然中间有一堵石墙隔着,但看着让人很不舒服。 这附近有几栋废弃的房子,这是其中一栋,但这栋房子最大。 上体育课时,我们围成半圈,老师站在中间讲解怎么搭帐篷。 我坐在我两个好朋友小易和小蜜中间,我们一边听一边聊天,被老师制止好几次,才安静下来听讲。 可是实在太无聊了,我还是忍不住开小差。 我们正对着废弃房子,所以我每隔几分钟就看一看那里。 突然,我注意到房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 定眼一看,发现那座废弃房子的顶层窗前,站着一个人。 我视力不太好,也看不清是男是女,只知道那个人穿了一件深色连帽衫。 虽然只看到模糊的人影,但我在看他的同时,觉得那个人也盯着我看。 越看越觉得瘆人,于是我用手肘轻轻推了一下小易,说,快看那边。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,然后随着我指的地方看过去。 这时,我们只看到窗檐在飘动。 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小蜜,但他们都不信我,还对我开玩笑。 我想,可能真的是看错了吧。 之后,我们开始搭帐篷,很快就下课了。 那天晚上,我走去小操场集合的时候,感觉整个学校都空荡荡的,有些害怕。 直到在小操场看见小蜜,心里才踏实些。 他和我是同一个小组的,我们睡同一个帐篷。 我们聊了一会儿,就去睡觉了。 平常睡自己的床,我也要很久才能睡着,更别说在帐篷里了。 我失眠了,一直在玩手机,大概两点左右,大家都睡了,我才慢慢睡着。 不久之后下雨了,我们的帐篷进水了,那时我才后悔没有好好听老师讲解。 我想,可能是帐篷外层的拉链没拉好才进水的,所以我挣扎着爬了起来,没有带手机,爬到了帐篷外面。 为了很大劲,我终于把拉链给拉上了,但是却搞得全身湿透了,于是想去体育馆更衣室换衣服。 我更衣室的包里有备用卫衣,因为我们在露营,老是怕我们想上厕所,所以体育馆没有锁。 我走进体育馆大厅,里面很黑,我有点害怕。 我匆匆走到更衣室打开灯,进去换上卫衣,可是我打算走的时候,却发现开不了门。 感觉好像有人在另一边按住了把手。 我小声地问,有人吗? 没有人回答,我有些慌,但还是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,然后再次问道,有人吗? 但还是没有人回答,于是我开始使劲扭门把手,结果把手掉了。 这时我觉得很奇怪,因为这座大楼是新建的,门把手不可能这么快就坏了。 现在门外如果真的有人,也不用抵着门了,因为我已经被困住了。 突然,更衣室的灯灭了,就像恐怖电影里的场景一样。 也是这时,我意识到真的有人在门外,因为灯的开关就在外面,有人在外面关了灯。 想到这儿我更怕了,我开始大力敲门和踢门,同时大声喊, 救命,快来救我! 可是我的反抗激怒了门外的人,因为我看到门上的锁被慢慢扭开了, 我马上走去淋浴间,把门锁上了。 我刚锁好门,就听到更衣室的门打开了,然后听到重重的脚步声, 是一个男人进来了,我用手捂住嘴和鼻子,尽量不发出声音, 但还是被他听到了,因为他在我躲着的淋浴间外停了下来。 一开始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,但紧接着,我在门缝里看到一只眼睛, 正瞪着我看,我吓得大声尖叫,不知所措。 但很快,我鼓起勇气,使劲把门推开,狠狠地打了那男人一巴掌, 然后冲出那个房间,沿着走廊跑,一边跑一边大声尖叫。 这栋楼里小操场大概有二十米远,我以最快的速度跑不敢停下来。 我的尖叫声吵醒了在帐篷里睡觉的老师和同学, 等我缓了十分钟,才能跟老师和同学说刚刚发生的事, 然后老师马上报警,可是警察一直没有找到那个男人。 在那之后,乐营的学生都被送回了家, 可是,我记得我逃跑的时候, 转头看见那个男人穿着深色连帽衫, 也就是说,他就是那天站在废弃房子里的那个男人。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晚发生的事。